劇情絕對不可能會直接加他死的 那你就來打敗我吧 我可不想打倒仆人耶 我不喜歡像這種打倒 像雷劍將軍那麼無敵的 結果就這樣打倒了 我可不可以直接投降 嘿嘿嘿 但有我在啊 沒辦法我太強了 沒辦法我太無敵了 在這個提法特世界我就沒有怕過誰 我只好看綜橫七國 每個國家進去就被通緝 我不想要出手幫忙 你們覺得喔 我不出手幫忙 我聽到了 我不幫忙 他能不能贏不關我的事 我不想幫忙 好吧 又是劇情強制了 又是劇情強制了 我當初打的英雄英可是全國的曲面話 說的話是這麼說但我還是不喜歡 感覺啊 也又要來幫忙了 真是 他不該打敗 他不該打敗 尤其雷劍將軍那一段我就很不喜歡 為什麼要打贏雷劍將軍 他可以說 就是 使出很大的力量跟誠心 然後雷天將軍 感動了 覺得 你們真的很誠心所以 內心動搖了 然後雷天將軍沒有輸 他沒輸 他沒有輸 然後就說 就退他妥協 但不能輸 也憑什麼 不喜歡這 好 約定伏筆是這裡啊 啊這就是伏筆啊 要不去啊 算了這可能也是 算了他至少買這個伏筆啦 他至少有買這個伏筆 要是 他沒有買這個伏筆我又要 爺爺又要出手幫忙了我就覺得我操 你真的不要多管閒事 但因為他有留下這伏筆 代表說鋪了你 他內心可能也真的 就是期望 啊 主角也就是我來阻止這事情 這裡 你不看 握ma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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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 他不想要 一定要有第二階段 然後有第二階段 不錯,挺大的 那個翅膀 這次的路條 欸欸欸 通鞋 畫面說其他人,現在都在幹嘛 終於出現了 你不肯定在一角落 你不肯定 地神術 有地神階段嗎? 啦 哎呀當初連箭將具要是有這樣的逼格就好了 到 這是什麼銅樹嗎 閱讀吧 流息電凱 哇 你遇上開了 一直那麼慢 你遇上開內的攻擊是必中的 是這樣放過 對呀 我多希望雷電將軍當時也是這樣啊 你也憑什麼 帶著全國慾望就可以打倒 雷電將軍怎麼當初不是這樣寫啊 真是的 那個夢無想一刀 一刀劈下去的那種威神力 從哪來的啊 憑什麼就這樣 我哪都喜歡 就有逼格的角色 我希望他始終維持有逼格 這不是很好嗎 這劇情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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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小iceps 啦